我覺得林志堅這樣也不行喔 堅哥你這樣我們很難處理啊 大家好 歡迎收聽恐夫子吃藥 我是馬修 我是比利 我目前這樣體驗下來 我覺得在其他地方露營沒有那種 靠林北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感覺 有一點點拘謹 拘謹感 對 可是我覺得最大的差異是之前 之前去Social的時候都是開車去 對我們那次下午剛好有其他Podcaster 那個地球媽媽跟那個 深夜繪本他們分享 然後我們去參與他們的活動 簡稱啦 深夜說繪畫 深夜說繪畫 對還有那個 我只記得深夜繪畫 好anyway 反正我們就是為了要參加他們的那個節目 然後我們 我們就是會比較難處理停車的問題 就想說 帶一次捷運去 我跟Matthew就轉車轉車轉到Social的時候 我就覺得 因為實在是太麻煩了 難怪那時候 我跟他說 啊不然你工作室在桃園弄一個的時候 他馬上就把裝備全部都買起 我突然可以理解 因為那光轉車過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煩了耶 真的很煩 至少 比我們開車去還要再多快快四十分鐘左右耶 因為很麻煩啊 你不喜歡 跟你講在桃園就是很簡單 我一台機車我就可以到處跑 嗯 哦 而且我到你家只要五分鐘 對對對重點重點 差超多的 真的差超多 因為你 我們如果要去我們原本那個露營間 還要先等火車 然後火車到的時候還要再轉兩次還三次捷運 這樣算的話 啊三次吧 三次的捷運 整個超複雜的 中間等車的時間就會讓人家很煩躁 我不知道啊 我超不喜歡排隊的 所以這樣等 然後 每一個都要這樣等時間到 我才能上車的那個感覺 Kimoji有點WaRui 台北的交通本來就是以這種大眾運輸工具為優先 是啊 當然是 可是我可能不習慣啊 因為你想我們國中階段的時候都是 騎腳踏車去上學嘛 高中階段的時候 前兩年都是校車 基本上也都不用不用花太多時間啊 就是一次等就可以到 就通勤啊 對啊 然後高三之後都在騎摩托 所以就根本就沒有差 所以你能體驗說通勤 如果一天要通勤一個小時以上 我覺得一天要通勤一個小時 學生的心情 每天哦 every day 我覺得一個小時不用轉車是ok的 可是因為你家的轉車 你中間就會有其他時間在走在等 那就不ok了 那個感覺就變得很糟 你懂我意思嗎 轉車就有一種很不阿沙利 就是 腦袋 剛好想到一件事情突然間被打岔 沒錯沒錯沒錯 對啊 就就像你 你原本如果你只要通勤一個小時 例如說你要從南港 然後直接做到那個底站是 頂譜 嗯 那都是同一線啊 那那就沒差 你知道嗎 反正我一上去 我想 看電影啊 什麼都可以 反正我的路程就這麼長 可是你要轉車的話 你很多事情都會變得很零碎 對啊 那零碎的時候 你能做些什麼 你可能就只能聽我們恐夫子吃藥的podcast而已 對啊 你除了恐夫子之外 還有其他選擇嗎 沒有了 沒有了 應該是沒有其他選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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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然後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我覺得最近我們聊天內容有點太震驚 然後我自己聽就覺得很不習慣 因為主要原因是我們 因為一直訪談人 對一直訪談人 然後我們 被侷限 我們等級沒有到說 我們可以一馬就 馬上讓被訪談者放鬆界限 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彼此還是會有點稍微理善往來一段時間 才會開始有點解放感 欸你這樣提到說 人家看到你就要放鬆 很難吧 很難啊 嗯他只要怎麼看到你就覺得 啊我可以把我掏心掏肺全部都跟你說 也不是這樣講 就是應該是說 呃我們 要怎麼講 會散發那種無害的氣質 嗯 就是會有人看到你就覺得說 喔幹這個人磁場跟我一樣 他就是低能額 對 你懂嗎 那就是對方也要認定說自己是低能額 沒有沒有就是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特別的味道啊 就像就像你 你去可能散溫暖 嗯 有一些明明在洗的那個 那種阿伯 你看起來就覺得他正常 可能他身上散發的氣味就會吸引一些 其他流氓過去跟他說 欸你是哪裡啊 加鈴臭 你懂嗎 就是會有一些味道嘛 正常啊 我覺得現在的話是因為我們訪談人都是好人 不是不是不是說好人啦 等一下誰是外人 對啊對啊你一有所知 不是 你說啦 我是說現在的話我們訪談就是一看就知道他何言 何言悅舍 然後呢 慈眉善目 嗯 所以我們訪的時候其實沒有太大的很大很大很大的壓力 可是如果今天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說壓力人 不一定是來自於對方給我們 有可能是我們自己給我們自己 有可能 對啊 我們給自己就是想要把他防好 對啊 可是又又覺得又一直卡 我覺得現在的話就是我們訪談的時候會一直卡在 我們想要做效果 然後一直在思索哪邊有效果的突破口 你在唱老舌啊 可是就會覺得 那個KK的感覺就是我好像硬要塞個什麼梗 可是後來發現就放棄了 我後來放 我後來訪到一半我其實 要嘛就是太累 然後離線 要嘛就是算了啦 我弄給你啦 Maphew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這點靠北 就是 他有時候訪一訪 訪到中間會放空 然後放空就會開始 然後開始接別人 我那時候聽的時候我就覺得 媽的苗頭不對 這傢伙要開始那個 要開始離線一陣子 可是我必須要說啦 就是他的離線不是不好 應該說離線這件事情是錯的 但他離線的原因是因為 他前面那段時間 腦筋急轉彎太久 開始在想說 要從什麼點查 這個東西進去 對對對 這個也是還要再練習的啦 會當機耶 會啊 我知道啊 一直頻繁跟人家聊天 沒有辦法 我續航力沒有辦法那麼長 後面會開啟AUTO模式 所以你就是我的Apple筆電 續航力不知道為什麼 很差 對啊 續航力會莫名其妙降低 就是會讓對方 哦 哦是 嗯 好 OK 可以 好的 好的 啊 真的是 好棒喔 好棒 然後100分 會怎樣 對啊 可是 嗯 所以我就覺得說 訪談人未必不好 因為 會給人家一種新的感受 帶給聽有一些新的體驗啦 我沒有覺得不好啊 但是我覺得 訪談中放空 對被訪談者不是很禮貌 可是他看不出來我放空啊 是沒錯 對啊 我還是看著他 但是我們現在講啦 蛤 我們現在講啦 我們正經 我沒有 我沒有說是訪誰的時候放空啊 對啊 對啊 大軍我是真的放空啊 我有 我有說啦 大軍我是真的放空 因為太長了 兩個小時的時間 嗯 我是到最後段 我真的是 會放掉 大軍就是真的可惜 對 真的可惜 如果不是政治人物的話 其實 他跟我共鳴點還蠻多的 過沒多久他就不是了 欸 沒有 過沒多久他就真的是了 我可能這個沒多久是 四年後啊 哦 哈哈哈 你小心點 不要亂講話 可是議員的話 他可以一直一直當 一直當 說不定他這輩子 都有可能當議員 可是我覺得他 這個應該不會是他的最終目標 他可能當個服務個四年 服務個八年 我覺得差不多就要極限 他可能就會自己想要說 出來做更多事情 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 做 政治 綁手綁腳 政治人物 對 未必是對他的人生規劃是 最滿的 對我舉嘛 就比如說像呱吉好了 對因為 現在最多人會了解到 可能從所謂的這個 影音媒體 跨轉到 我們所謂的這種 自媒體啦 跨轉到這種政治人物 他還標 標配 就是想說跟呱吉一樣 那他也是 今年當完之後就沒有想要再當 對 因為他覺得 太多事情被 更多自己的話 然後順便去把 可能他在議場上看到了 的一些狀況 對 分享出來 對 分享出來讓大家知道說 欸 我跟你講 其實沒有表面上 我們所說的那麼的安穩 對啊 就是菜市場 可能真的 就 我們常常看到那個 立法院會飛拖鞋啊 然後 飛什麼泡麵玩 可能不是這樣 可能不止 可能不止 可能 飛個菜刀啊 然後 橘子啊 就是他會有那個交換啊 就是會有那個案子的交換 嗯 對 就不是說啊 我今天好像真的是為名喉舌 然後 真的是大家挺我 所以 大家都支持我這個案子 又不是 可能就有利益上的交換 儘管人家覺得你很好 可是他不會馬上讓你通過 對 也有可能 一件事換一件事嘛 你通過我的 我才通過你的啊 有可能 對啊不然怎麼可以吵 也有可能就是看了你的 然後就覺得 哦好像你的很不錯哦 然後就把你的改改改改改 改成我的版本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就像之前會有那種說 可能我在 學校20公尺內 禁止販賣 煙品 對 哎那 可是前面早就有一條說 不准販賣學生煙品 那幹嘛再多一條 20 學校20公尺內不能販賣煙品 哦 你懂嗎 不懂 就是大的範圍已經有這個立案 立案了 那為什麼你還要曉得範圍在限定20公尺內不能販賣 煩賣學生就不能販賣給他 是 那就跟最近 其實我 最近有一個新聞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嗯 他們說台北市和那個手搖引的 哦 塑膠用量太多 然後 他就要改成那個小紙杯 可是紙杯裡面其實有那個塑膠膜 所以他不能回收 所以他不能回收 對 這這個事情其實一開始我也 我也是 我玩 我是不知道是我們學校的衛生組長 跟我們說的時候才知道 他說因為那個紙杯的話那個 回收工人 他們還要撕那個塑膠膜 才可以回收成紙類 所以其實那個也不剩環保 然後就想說 那你要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不 不直接就是改成其他更環保的模式 那你知道說我們現在很多的 這種可以回收的東西 如果 像餐具 那他表定是可以回收的 嗯 可是如果你沒有把它清洗乾淨的話 對 那個東西也是不回收的 對啊 所以我在丟垃圾的時候 我 有垃圾車的那個回收人員跟我說 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 如果你今天沒有洗 你就直接丟一般垃圾 是 不然會造成他非常大的困擾 對啊 嗯 然後我我後來就是想到這件事情以後 下面就有一個鄉民 嗯 網友啦 網友他就寫說 如果不能追求絕對環保的話 他就只能沒有 他就說 那就只能追求相對環保 嗯 然後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好像 有一點道理 因為 你說塑膠膜雖然不能回收好了 但是紙杯的那個塑膠膜 怎麼樣來說 都還是比整個 整個 整個塑膠杯還要來的環保吧 對吧 那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嗎 因為你只用了薄薄的一層 嗯 對啊 然後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真的也 也沒有辦法追求絕對環保這件事情 因為 你說不然大家要怎麼喝 用塑膠袋嗎 塑膠袋也還是塑膠啊 其實早就已經有 我跟你講早就已經有跟大家說 就自己帶 那個可以回收 可以充其的 對啊 環保餐具啊 自己帶啊 可是那個 老實講 你對那種 三不五十就在外面走 然後突然就要買的人來說 其實也不方便 那我就講 這是理由嗎 這不是理由啊 對啊 你 你如果真的想要參與環保的話 這就不是理由 你用自己的餐具 對啊 可是我們大家就是變相 還是覺得以便利大於環保啦 對 那大家還是會有這種說 環保就留給別人做 然後 我今天如果有回收 那 那感覺我自己好像 我還是有在幫地球做一點環保的 的動作哦 並不是全部都沒有哦 有一點點小小的小慰藉 可是說實在 那個到底有沒有回收 你也不知道啊 對啊 也是 他上面有蓋那個環保標章 是不是那個餐具 他自己不小心蓋出去 哦 你這個 你這個說法超黑暗的哦 我怎麼知道 可是我是覺得說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沒有把它做主啦 對 我們說要真的要重視環保這件事情 那到底有沒有身體力行 所以像前一陣子有那個 Podcaster 有邀請我們要去做淨灘啊 對啊 我們之前人生二三四 有說要帶我們 有要邀我們去做淨灘 我怎麼不知道 有啦 我有跟你說啦 那只是可能我們沒有空 哦 對 那只是說 去淨灘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好事情 對 大家去把垃圾剪一剪 可是我怎麼不換個方式講 如果今天 沒有製造這些垃圾 就不用去淨灘啦 嗯 對啊 可是你怎麼去宣傳 好像效益上都沒有達到那個效果 對 就像是我們現在說 如果你要丟垃圾 台北市之前 台北市現在也是一樣 如果你要丟垃圾 你要去便利商店買台北市專用的垃圾袋 對啊 你才能丟 嗯 好 那是不是變相說 哦 因為垃圾袋要錢 所以你的垃圾就少 少丟一點垃圾 沒有 目前有一個情況就是 之前桃園市也一直有說 七月份 要要改成那個 規定的塑膠袋 後來取消 後來取消了 對 我覺得透明塑膠袋才是好的 然後你 因為你一開始說 你要用那個付費塑膠袋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是想吸規費 我自己覺得啦 對 但是 當我這樣想的同時 我只能說就是我可能很膚淺 嗯 對 因為我只有想到說 好 好 政府 可能缺錢要從我們身上拔 嗯 但是我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英哥的人會跑來巴德這邊丟垃圾 因為他們也不想用新北市的塑膠袋 對 因為很近啊 對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直接騎車 然後 過那個橋過來 可是我 就是橋啦 就過一個上坡 可是我覺得那也算少 部分啊 你不可能說 今天可能在三峽的人跑來桃園丟垃圾 跑來巴德丟垃圾 不一定啊 三峽搞不好也有他接近了桃園的街口啊 就是只要剛好是交界地帶的話 嗯 他們有不方便丟垃圾 他們就會直接過來 好 如果我們算這個算小鐘 還是有人會這麼做 可是 我就跟你講人就是這樣 他會去鑽 漏洞 我覺得這也是人的本性 人就是懶啊 但是就是說 就是 就是這這件事情也是 也是告訴我說 其實有時候想事情真的還要再全面一點 對啊 就不是說 嗯 當時我的思考的方式就對了 我覺得有時候常常會這樣 就多元的觀點一定沒有不好 嗯 但是真的是 多想一下 對啊 最近我覺得比較 嗯 發生在我身上 我自己身上 就是我們 我們的 班級教室 是 重新整修過一遍 然後那個整修 操刀整監整修方式的是我們的主任 我們的學校其中一個主任 他設計完之後 我有 跟著他一起去 因為我們 我們是體育班嘛 我們小朋友後面會有些櫃子 需要放鞋子啊 然後什麼裝備什麼的 是一個全新的櫃子 然後 垃圾桶啊 因為我們學校回收都是用籃子 欸 你們高中是嗎 回收用籃子 哦 對 有一點印象 可是好臭哦 我不喜歡 我們我們我們是用籃子 然後 那時候就是我們的籃子下面 老師還有動啊 那還是有動啊 那會露 然後我們老師還 呃 我們主任還幫他們多申請了兩個那種 很大咖那種橘色相同 可以放著 對 我就說 如果是我 我絕對想不到要這樣子 真的 就是我在規劃說 要重新整修整間教室的話 我不會考慮到那個小細節 但是學姐的 我們主任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那個小橘桶的話 汁就不會滴到地板 嗯 他們不會很難拖 也不會很臭 嗯 對啊 就是從這個小點上面 我就發現 其實 呃 每個人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考慮點都不一樣 對啊 像我 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是我規劃 我們教室要重新弄的話 這個小事情 我不會看到 然後 學姐他還有 幫大家採購那個 因為我們學校是吃團散嘛 吃完團散 你不是碗會到處放嗎 對啊 然後我們學姐有買一個 呃 類似我們海軍 我們火房在用的那個綠菜的 上面是網狀 然後下面是那個有地板 流動的 對 就是很像是那個肥皂盒 嗯 很像是肥皂盒那種設計 他們就是吃完飯 你碗洗乾淨之後 你就直接導致 就可以乾 有一個收納的地方 對啊 那個巧思我也是很驚訝 因為不然的話 平常 那個碗都會被我當全壘打的用 認真 我跟你說 你們都放洗手槽 就是我跟你說 我覺得 現在的話就是 完了 你確定剛剛這支要剪進去 我跟你講喔 嗯 這就是證明你平常沒有在認真打掃 你也沒有認真在 在廚房 配膳室 有去認真工作過 沒有啊 像那個 不是 那是我們的教室 對 我知道教室 對啊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每天自己掃教室 他們有啊 當然啊 學生會自己掃嘛 學生會跟他們講要掃 可是 像我是在補習班 對啊 補習班我們老師要自己掃 嗯 所以我很能夠明白 如果今天我在掃的時候 有學生他的 回收的東西 汁掉出來 我會覺得很不爽 所以我會想盡辦法 剪掉 掃去 我要再幫他拖那個地板的原因 所以我一定會想辦法 讓他把這個 要嘛就套一個垃圾袋 在一個桶子上 要嘛就是 他們今天要丟在那個盆子的時候 我可能用 不 我跟你講 你用在什麼垃圾袋 在用什麼塑膠袋去弄 他們一定會爆開 都沒有用一個 可能我今天 一個大桶子 把他全部都丟進去 而且我要確保 他們確定要有清洗 如果他們沒有清洗 我一定會有處罰 為什麼 這是你們自己要丟的嗎 或是 為什麼要我這個老師去幫你清 所以你一開始就要先弄好 對啊 幫老師在做教室的規劃的時候 就應該要把這個設置進去 然後你說的那個洗碗草 那就是細心的問題 對啊 對我覺得那個洗碗草 就是細心的問題 那真的就是 但是我看到的時候我就 哇 我真的沒有 如果是我 我真的沒有想過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 他們就是放洗手台 放洗手台的下場就會是 進我的垃圾桶 或者是被我夯全力打出 也有可能是會有細菌 我覺得那個也不是很 因為 坦白講那種餐具的東西 你放在一個 公開的範圍裡面 對 工廠域 去弄 然後就可能有蟲啊 什麼的 尤其我們學校 其實又是 山區 對昆蟲 昆蟲園區 嗯 山不五十可能會有一些蛇 什麼有的沒的 可是你們那邊也沒有辦法有一個 就像我們自己在家裡 不是有那個洗碗 洗碗槽嗎 你懂嗎 對啊 洗碗槽 可以有個塑膠蓋著 對綠水的 可是很難 因為你們那邊學生比較多 對啊 絕對沒有辦法用那個 所以我說 學姐他變出那個籃子的時候 我是真的蠻驚訝的 我也特別拿起來跟我們班 所以他一個有幾個啊 一個籃子 那個籃子有兩個 可是因為我們班是18個人而已 是 所以其實每個人的碗 不管多大 你平放下去都是夠的 哦 對啊 其實我剛剛腦袋有個想法 你有沒有看過IKEA 他有在賣那個 IKEA IKEA之路 沒有沒有 你要 你要申請的話 你這些都是要申請的 哦 那是他自己配給你的嘛 對不對 對啊 那沒有那些就是他 老師要寫計畫 然後幫他們申請 因為改建教室的錢 你只靠家長會 老師說不夠 就是我們 我們教室繁星真的蠻多的 是真的蠻多的 對啊 那這些錢你都要 真的很謹慎的計算去做 我的 意思就是說 今天有很多 我覺得我沒有想到的細節 然後我們主任都已經想到了 然後再來是他把整間教室 整個翻新的過程中 基本上都 我個人的感覺是可以符合我們小朋友的需求 嗯 對啊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你們要珍惜耶 你們要珍惜有人這麼認真的對待你們 去想說怎麼樣可以讓你們更舒適的在這個環境裡面 對啊 因為現在小朋友老實說 有一點不懂得感恩 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嚴重 就他覺得好像很多事情真的都理所當然 對啊 但是這個這個這個真的 光是那個綠 綠碗的那一個 綠碗的那個 真的真的是一個 他絕對有花很多時間去 思考才會 幫你們想出這個東西來 那我跟你講現在就會有兩派的人會跑出來 嗯 第一派就是就像剛才你說的 對我們應該要先幫學生全部設想好 這樣子他們就會懂得流程 看到這麼漂亮的教室 他們就會學習維護 另外一派就會出來了 你應該要告知這些學生 你們要認真維護 對啊 就算我現在幫你更新了 可是 因為更新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給我亂丟 因為全部都是新的 如果你想要變回之前那個舅舅的教室 沒有你這個說法就不對了啦 你這個說法就不對 你這有點威逼 應該是說 要讓他們真的感受得到 我覺得感受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 你真的覺得別人有對你認真 你才會開始真的 覺得要 以相同的態度去面對對你認真的這個人啊 所以你這個是第一派啊 我說第二派 就是那些可能已經對教職生涯 已經熬了好幾十年 然後覺得說 我跟你講學生就是這種烈根性始祖 我懂你意思 烈根性始祖 你叫他改不可能啊 沒有看過啦 沒有 有啦有少部分啊 可是很多人大部分都是那種 我可能今天全部都幫你翻新的 可是你垃圾還是亂丟啊 你抽屜還是亂放一些有的沒的啊 對啊你到時候發臭的根源還是這些啊 你跟他講半天 結果他還是把原本乾乾淨淨的地方 變成垃圾場 就還是會有這樣子的人 我說實在很多孩子今天是 他可能今天吃完東西 他就把他的塑膠膜全部都丟著一抽屜 他離開教室的時候 他不會把他拿出來丟 我知道就習慣啊 他自己習慣的問題啊 以前我們還有同學對不對 還記得嗎 我們國中有個同學 他那個早餐沒有吃 那個三明治壓在書包最底下 壓了三四天耶 你是不是忘記是誰了 我忘記是誰 有 我們就班上最強的那一位啊 他的三明治就壓在書包三四天耶 他拿出來 欸怎麼會有三明治在這邊 還拿出來啃耶 是最聰明的那一塊 好可怕哦 他三天三四天之後還拿出來啃耶 是怎麼回事 對啊就怕 所以我就說這個 有時候 生活教育 我覺得這個也是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也是很重要 你剛剛講的時候我其實有點害怕 因為 我想到我那時候很喜歡在抽地方整容玩具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會發出味道的那個貓大便 對 我就把貓抽到地裡面 因為一直會有那個誰會去偷我的衛生紙 很靠杯 然後我就 我就放一坨在那裡 給他摸 可是我覺得你覺得說自己的 好比如說你今天在外面的抽屜 在外面的櫃子 那其實是就代表一個人的 貼上你的名字 那東西就是你的 所以你應該要很認真維護你的環境 可是很多人不是這麼認為 他會覺得說這只是我佔居的地方 很多學生都這樣嘛 當然我都覺得那是形象問題耶 嗯 對啊 對啊 你給別人怎麼樣的形象 就會塑造你這個人 可能你今天你的外表 很乾淨 漂漂亮亮 對 可是你的位置 就是那麼髒 對啊 你的位置 上面就是擺一個鏡子 然後呢 書紙 對 然後桌上面有半本書 沒錯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人到底是來學校上課的 還是今天來學校化妝的 他可能是教計畫吧 又來 如果不知道 專業的教計畫 請聽那個 請聽我們Jerry那邊 嘿 就是在 提那個 大學生活那一邊 對 他可能就是來教計 嗯 讀書不是他的最終目的 OK 對啊 我覺得 這也未必不是 沒有 不好啦 可是就是說 你來學校的第一目的是學習知識 可能你學習的知識是化妝啊 你學的是如何打理自己 嘿 如何跟別人交朋友 如何把自己整理的 呃 太沛亮亮 嗯 Maybe 可是真的很多啊 你有沒有看到你身旁很多學生 就算是體育班好了 嗯 他可能還是 一定要練體育 可是有沒有那種就是你覺得他好像在體育上不是很不是很上行 有沒有 你們班有沒有 我們班沒有 嗯 那可能就是訓練有數 我就是 我有時候 其實更擔心他們這個樣子 嗯 就是他們真的很投入在練習的 的情境裡面 我覺得我的小朋友有一個特質 就是你叫他讀書他真的做不到 可是 你要他練習的時候摸魚 還真的 沒幾個會這樣子 有一些選手會哦 有一些選手就是 他可能這個階段就已經有什麼國手資格 或什麼有的沒了 他會開始拿翹 就是我 我練習就是練習 對啊 但是我的小朋友 嗯 我自己觀察下來我覺得他們沒有那種現象 他們就是 他們對待他們練習是很認真的 可是 對待練習認真跟有沒有用腦袋練我覺得又是兩回事啊 對啊 可是他不會覺得是情人捕捉 就是他沒有混啊 你可以有效率的練習的話 為什麼不有效率的練 你懂我意思嗎 對啊 我今天同樣都是要做一件事情 如果我用腦袋做 可以更快速的解決我現在發生的問題的話 為什麼不用腦袋 那你覺得他們沒有在動腦 我覺得少部分啊 結果問題就來了嘛 因為 每一個年級都會有每一個年級進來的人啊 對啊 那 會不會有比你強的學弟 有啊 一定會有啊 一定也會有那種 國中階段就真的厲害到不行的 嗯 對啊 那這樣子你的上場時間就被壓縮了 那 被壓縮了 你要怎麼樣補回來 那身為前輩你有什麼可以建議他們 我 我就是跟他講 我說 這些東西我前面都講過啊 那你現在要跟他拼練習量嗎 我覺得沒有必要 你現在應該要好好的想一下 你要怎麼樣用腦袋 然後有效率的把 練習的東西補回來 對不對 什麼叫做有效率的 補回來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啊 他可能今天 平常練習都跳三十下 我 就我問你一件事情 嗯 投籃 我們以投籃來舉例 嗯 投籃對你來說是什麼 練習 準 動作 調整動作 對 調整動作 那請問 你動作調整的過程中 你會怎麼樣做 Check每個動作 有沒有到位 是啊 但是你是不是要做投球這件事情 最後 最終階段一定要把球投出去 所以 你直接站在罰球線上 從頭到尾丟一百顆 嗯 跟你這一百顆 每一顆球 你都把自己的動作分析完再丟 嗯 有沒有差異 是啊 嗯 我的小朋友就是前者啊 就是一直丟 就是一直丟啊 他們就是覺得 用丟來修正自己的動作啊 這樣舉例你懂了嗎 我這樣很明白 對你這樣明白了嗎 那我知道你的痛苦了 對啊 不是就是 嗯 就是因為我 你要丟一百顆 對 所以我跟你講了 你聽進去了 你前二十顆在修動作 可是你從第二十顆之後 你開始忘記這件事情 因為你 腦海裡面覺得 我已經記得所有的東西 我就照著我原本的方式 再去吹後面的八十顆 可是那沒有用啊 嗯 因為你還是搞不清楚 你身體運作的邏輯啊 對啊 而且 而且專長生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他從小丟到大 嗯 他覺得這個動作就是他的本命動作 你懂嗎 嗯 我沒有需要修正的 他的招式 是啊 我沒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我沒有需要修正的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你的天花板就在這 嗯 除非你有辦法突然長高個二十公分 或體重再多個二十公斤 對 不然你的球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對啊 嗯 我懂你的意思 江明懂意思了嗎 我懂意思 就是你的學生可能就還是一樣 就是一直丟 他們沒有混 但是他們就是 就是只是照著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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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丟了一百顆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啊 因為他 你會不會進步 會 但是幅度會不會比你一直思考過丟的 來的 來的有差異 他可能 他可能手臂會變得越來越粗 因為丟了一百顆 一直丟 一直丟 對啊 你就 你就可以像那個誰 像那個大賭翔平一樣 欸 真的是 104年 硬蛋 他單計時勝時轟 嗯 很猛欸 很猛 已經跟 Baby Ruth同樣的 可是我覺得他 他這樣子能夠K得到 有很多 特長 對 我說實在的 眼力也要夠好 眼睛也要顧得很好 其實也不單單是 因為眼睛沒辦法訓練 對啊 你懂嗎 可以啦 其實可以啦 動態勢力可以 只是 他到一個階段以後 你 你在練已經沒任何效果 嗯 對啊 因為眼睛會老化啊 你不可能眼睛翻新吧 對啊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眼睛翻新的話 你就飛影了啊 有那麼多顆眼球可以挑 對啊 我以為飛文正 哈哈哈哈 哦 欸 念體育這樣子 其實是很這個 那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 呃 你 你你自己在帶體育班當中 有沒有那種生活白癡 很多啊 很多啦 就是家裡照顧的很好的 其實很多 那是 比例上是哪一些比較多 比如說 是家境環境非常好的 還是家境環境比較不好的 我沒有特別去 有去做這樣子家庭的分析嗎 我沒有特別去看這個 嗯 對啊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資料不是都會在你這嗎 是啊 嗯 但我覺得我 我不喜歡 比較 這些東西 哦 知道不喜歡比較是一件事 可是 會不會有那種說 因為家裡的資金沒有辦法去支持他 去學這個東西 因為畢竟 我跟你說啦 運動也是很耗錢 我們 我自己班上 家境通常比較好的 生活習慣都比較好 嗯 稍微 不能說自律 但是他們的自控能力比較好 他們自己控制自己 應該做什麼事情的那個狀況會比較好一點點 嗯 然後 家庭條件比較不好的 就會 比較鬆散一些些 嗯 但是比較鬆散 也不是說他們個性上有一些瑕疵什麼的 而是說他們對於有一些事情就會比較 沒有那麼上心 對啊 整體上來說我覺得我的小朋友都算乖 嗯 這真的是算乖的 對啊 只是 可能就是 大家就是太熱衷在 自己的項目上面吧 其他事情就會沒有 沒有那麼去注意 對啊 嗯 為什麼今天要特別聊我們班啊 奇怪了 不是 因為我 越想越有感慨 比如說前面提到回收 對啊 後面提到體育 那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你好好說話哦 大自然 前面提到回收 後面提到體育 回收體育 你好好說話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像 回收跟體育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靠 人的本性需要堅持的東西 誒 誒 剛忘了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沒開場 沒開場後面再開 沒有要緊 其實我們等一下還要再討論一個 上次我們參加活動 對啊 對啊 我剛剛就想說 到底什麼時候要牽到那邊 但是先把這邊再解決 對啊 因為我是覺得說 像這種 體育跟回收 那是需要堅持的一件事情 對 不是說很多事情都不需要堅持就能做 可是我覺得體育跟回收這個是 一個 要堅持 你不堅持其實很容易 比如說像 剛剛那個Bee他們辦 要練體育 其實我說實在 我 因為我也很懂那個學生 為什麼 可能今天 CAN到第80顆 可能後面那20顆就在亂CAN 身體會疲累啊 對啊 對啊 當你疲累的時候 腦袋就動不了了 那就想說 好啦 我就依著我的 我之前的 慣性去做 慣性去做 應該不會差太多 可是往往事情都是發生在 不會差太多 這邊 不過事情都是發生在 你的想法蹦出來這時候 對啊 對 因為你要一個一個分析 比如說我一個動作本來 直接 低下去投出去就好了 可是現在變成說 你要分析成五個 五個橋段 對 然後一個橋段一個橋段去修 對 可是 說實在 真正贏球的關鍵 嗯 就是在那 最後關鍵的一球 比如說 可能我現在就是 10比10 就差最後一球 然後你是不是那個當下 你的時間會變 特別漫長 特別漫長 對 這個時候你就會分析 對 你的動作是不是標準 而不是賭那個命運 因為你還是相信你的經驗 我們就是 RUN的領域嘛 對 你們要做的就是在教他們 如果真的在這種緊急環節的時候 你能不能維持 最好的動作 你要信任你的教練 你的教練 腦袋跟你講的時候 現在動作分五個步驟 蛤 就開始運行有沒有 哈哈哈哈 劈進去 嘿 你 對啊 重點其實就是 魔鬼藏在細節裡 是啊 只要強調這個而已 對啊 賈博士跟你講的 你要認真聽 嗯 對嗎 越簡單的東西 越難 對啊 畫繁為簡 嗯 對 我們現在就是簡單的 現在複雜的跟你講 叫做你要把它變得很簡單 很簡單 對 以後你要告訴你的孫子 當年教練是這麼跟我講的 所以我才會出現在這面牆上 沒有啦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我們切回來 欸就我們上禮拜去參加 對啊是上禮拜還是上上禮拜 上上禮拜 上上禮拜吧 上上禮拜 上上禮拜 好快喔 對啊很快欸 對 對啊我都不知道我這八月到底怎麼過 應該是上上禮拜 好快欸現在八月中了欸 你仔細想其實現在已經八月中了 然後上片的時候已經不是八月中了 對啊好可怕喔 嗯 對啊我覺得時間快好快喔 暑假到底是在幹嘛 暑假把自己塞太滿了 我覺得對很多 呃上班族而言覺得暑假好像沒有那麼的 已經已經很久沒有那種感覺就是已經暑假了 對可是對於教室而言 每年暑假其實是最忙的時候 大家都說暑假很爽 嗯 其實暑假沒有很爽 爽在哪裡 我跟你講如果你想當教職 你千萬不要覺得 你好像可以跟學生一樣放暑假 當你暑假的時候你是最忙的 你要忙什麼 背課 補教啦補教可能最忙 好那很可怕欸 我時間是拉長欸 因為我我覺得我還好 我就是舒服 嗯然後 準備開學東西的話 就是 有沒有覺得比較充容 嗯我覺得 充容的部分的話是 沒有啦 對啊可能因為我這學期多了 多了 那個 要在教室上那一種 多元選修 學科的學科的課 我我會稍微有點壓力 一來是我超級 一不喜歡寫版書 因為我的字很很龍飛鳳舞 然後二來是如果要用PPT上的話 我就覺得小朋友會睡著 沒有我覺得你用PPT上 你還要製作PPT 這也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那個是很麻煩的 對 我之前就是很討厭拿那個公家機關的PPT 很醜啊 就是會有那個 好不能講很醜人家那麼用心做 人家那麼用心做 應該是說那個東西我覺得很死 就是他不是我做的 我覺得他沒有辦法完全呈現我想要的東西 我啦我自己會這樣子 可是你這樣多元選修 現在是必須要在教室裡面上課 對啊 所以我也要花時間 重新把這個部分的資料重新理順 因為照課本上我也不喜歡 講真的那個很簡單啊 你可不可以講幹話講40分鐘上完這樣 我現在正在練習啊 講幹話 你沒有發現嗎 哈哈哈 我跟你講學生就是這樣啊 我跟你講學生就是這樣啊 你今天講再多知識 知識都印在書本裡面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我們要練習啊 我們要練習 怎麼把知識跟幹話可以包在一起 就是他一聽他就聽得出來說 他被考試 但是有沒有東西 欸有 我哭無證據 對我覺得你在開車 但是我沒有證據 對那種感覺 沒錯沒錯 你上台經驗 就是你可能都在傳授 體育相關的知識 對 可是像我們每天都在實戰 對 每天都在講這些東西 那你不能跟學生 學生還不會 不會知道說是講跟之前一樣的 你就要一直變換 一直變換清早 換口味 你要從學生從頭考試到尾 沒錯 今天你那 欸今天你頭髮都少了幾塊 把他們全部 把他們全部變抖欸 就是今天沒聽到幹話 他們就覺得 欸你有時候嗆他他會很嗨欸 對啊 你嗆他他會嗨到爆炸欸 他會覺得 吵死了啦 好煩喔 閉嘴啦 哈哈哈 結果很爽 對他這樣講全班會很嗨 很嗨到爆炸 大家都覺得很好欸 大家都很好玩 對啊現在就是要準備這些吧 然後 還有一些 就其他訓練上的事情 因為我小朋友也準備升高三了 他剩下還有我們班升學的吧 你有沒有覺得很感動 就是當學生給你從小小的時候帶到可能三年的時間 沒有欸 沒有覺得很感動嗎 我沒有覺得很感動 送送他出門 沒有 可是你們後續還會再聯繫啊 算是吧 對啊 但我覺得沒有很感動的原因是 呃 我 我覺得就有點自以為是 我自己 我自己有點自以為是 就是我覺得我可以 改變他們很多 但他們看起來 有改變 但是沒有很多 我覺得啦 我覺得 可能我要求比較高 就是這三年來 不一樣 沒有感覺到很大的不一樣 他們對於事情 有比較謹慎 對 但是很多時候還是會 會 就是弄一些包出來 對啊 我了解 對啊 那我自己是一直 一直希望說他們可以不要 你可以捅包 因為每個人都會 但是不能捅太大包啊 對啊 有些是大包到就是他們 跟教練 要處理也會有點麻煩的時候 就會比較複雜一些些 我跟你講你這種感覺 在我教學前幾年 有很明確的想法就是 我帶了這麼久 可是 你感覺進來的時候 跟出去的時候是一樣 對啊 我很怕這樣子 你會有很大的挫折 我很怕這樣子 就是 我希望你們很進步 但是可能 我這三年來用的方法 沒有 沒有好到讓你們成長到 我覺得可以交代的樣子 所以到後面 很多老師都會選擇 操兵 嗯 什麼意思 因為那是效果最最最顯著的 嗯 就是你懂得我的口號 你記得我的口號 你記得我的規矩 然後 讓我把你這道菜端出去的時候 你的爸媽 就是你的 是滿意的 對 對 品嘗你的人 可是我就覺得這樣好像也不是很好 對 因為你那還是填壓式啊 對啊 對啊 嗯那可是你要讓他自由發展 就除非這個老師是大能耐 嗯 就是 你的那一些 你的那一些私底下 給他灌輸的這種 潛意識的觀念 是能夠讓他覺得 哇 老師今天跟我講這道 跟其他老師講的完全都不一樣 對 所以我會覺得我這輩子要記得他的老師 這位老師 然後我要去一直推崇 我一生 我一生只聽一個人 要到這個樣子 一生只督一個人嗎 對啊 謝龍介嗎 謝龍介 欸我們今天很政治欸 哪有 我們今天一直卡進那個政治話題 有點不好 對好 反正就是 也藉著 教育的這個環節 我們去聽了另外一個Podcast 對 跟我們分享的故事 很會轉喔 很會轉喔 對 可是想聽看看別人怎麼說啦 其實我們當時也沒有特別報紙就是說 我就是要去聽會本 這件事情 喔沒有一開始是這樣 一開始Math跟我說有一個那個 那個 呃好聲音嗎 南希好聲音 南希好聲音 這一間的錄音室 然後他有 他有那個Podcast現場可以聽 那會看的時候他跟我 他問我要不要去 我說 不要 我忘記我是什麼事情有卡到 然後我就說 不要 我忘記了 對然後後來後來 後來好像可以 他他買好 欸訂好票之後我就看了一下 然後我就發現他是 其中有一個Podcaster 是可以叫他名字嗎 那什麼 你說那個心理師乾杯啊 不是啦地球媽媽吧 啊地球媽媽 對啊地球媽媽 然後他就是 小孩是稍微有一些 狀況的 然後我對這就突然有一點興趣 因為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的趨勢吧 因為 小朋友 嗯 目前檢測的 的 機制越來越多 就是有些我們小時候會覺得 他其實是正常的 搞不好他其實已經有一些 心理的症狀出來了 對啊那 對於這個 我很薄弱啦 就是對於特教這一塊 我真的很薄弱 嗯 然後那時候想說 喔那這樣子 我應該要排一下時間 我去聽一下好了 我覺得這有點重要 對啊 那我就去了 然後也是覺得 去了的感覺是不錯 一來就是很陌生啦 我就是聽一個講座嘛 因為我誰都不認識 對啊 然後 二來是想說 到了現場之後 我們整個這樣看一下 好像也還行 那 人家的裝備啊什麼的 又很齊全 那就坐下來聽一下 對 然後順便學一下東西 這樣 哇 那蠻驚訝的啦 我只能說 對啊 我也是蠻驚訝 蠻驚訝的 因為蠻多組 結果一到現場 都不知道是誰 都略聽過 可是 都不知道是誰 對對對 我現場真的是抽不出 人名 人鬥不起來 對鬥不起來 我就是知道這個節目 但是我不知道他人是誰 對 對啊 然後就很有趣啊 然後分享的繪本什麼的 對 第一個那個叫什麼 第一個繪本那個是 那本的 鬆夏先生嗎 還是什麼的 哪一個先生 鬆夏新之主 哈哈哈哈 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第一個就是 他他在講的那個繪本 韓先生來敲門 我是 上來先生 我是吧 那本 那本 欸那本我抽到欸 那本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對啊 什麼自閉症 他已經被供奉起來了 對 櫃子還沒來 所以沒有放在我們 等一下啊 等一下那個要怎麼講 啊總之分就是第一本啊 哈哈哈哈 就是在說一個小朋友 沒有 因為我們主要比較重視是我們的感受啦 所以我們就沒有很特別去記那個 你看我看你在怎麼演 你就大 你就直接說你忘了就好了 我是忘了書名沒錯 對啊 對我很乾脆說 反正裡面的內容就是一個孩子他 有一點 呃 那叫什麼東西 社交障礙選擇性堅默 對選擇性堅默症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跟老師跟學生 跟他同學好好的溝通 對那 到後面有大翻盤啊 就是他其實可以用寫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 或者是錄音的方式啊 他要上台就用錄音的方式 那一天結束之後其實也跟地球媽媽說 其實能講的太多了 其實我自己在補教 就是我們自己在教育現場上面啊 很多這類型的孩子 對那我的處理方式其實 就不是那種說 呃 大家要給他一點點鼓勵 欸大家給他一點點 呃幫助 我覺得不是這樣 你就把他當正常人就好了 嗯 對 他不說話 那你幹嘛一定要引導他說話 對 像我有遇到一個孩子是 喔有兩三個喔 一個成績超好 成績爆炸好 然後他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耳朵要貼在他的嘴巴 因為他講話超小聲 然後他可能 貼到旁邊 他可是他還是只有嘴型 他沒有聲音 嗯 他可能以為自己有講話 可是根本就聽不到 嗯 然後我就看著他 那我就跟他講說 是不是這樣 點頭搖頭就好了 點頭 好 那你可以回家了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因為他會覺得說 好那老師今天是尊重我講話很小聲 嗯 老師今天是尊重我不要講那麼多 嗯 所以那 我就 我就問你爸媽就好了 反正你爸媽能夠反應你的聲音 我就說 欸他今天這個這個反應是OK的嗎 OK的好 那他就OK 那另外一個是 他可能很好笑喔 另外的話是 他姐姐有自閉症 有一個孩子 他姐姐是自閉症 那他姐姐自閉症 是非常嚴重的那種 是他看著你只會看著你笑 他只會跟 在家的時候在講話 在外面是完全半句話都不講 你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完全會聲音 上課他也沒有在認真聽 很可 他已經是被診斷出來是有狀況的 嗯 對 可是 必須得說 因為學校還是得 照顧這些小朋友 對照顧這些孩子 那你必須得尊重 那人家說什麼 你一定要跟其他的小朋友 嚴正的警告 不要去開這種劣質的玩笑 嗯 對 那他還是我們的一環 嗯 所以像我們自己之前在看那個 國外的很多 影片 比如說 一個球隊裡面有打 五對五的鬥牛比賽 然後有一個是特教神 嗯 然後最後一球留給特教神頭 留給特教神頭 哇你看到就覺得很感人 如果今天你帶出來的班 對於這些同學是友善的 嗯 然後他也是你們命中注定 必須要碰到的一個 面對的對象 對 那其實 不能說問題啦 就是就像你講面對的狀況 對面對的狀況 那因為你在未來在社會當中 還是有可能會接觸到 碰到這種先天上就比較弱勢的人 對 你要怎麼用包容的態度 嗯 對說不定他未來會幫你一把 對啊 對 我就是覺得這個很難 然後那時候就是聽 聽老師 嗯 聽球媽分享說就是 內心有就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啟發吧 嗯 對啊因為我們面對 畢竟是學生 可是他面對是自己的小孩 對 其實我覺得那個難度是 是更高的 嗯 對啊 因為他面對就一位 嗯 那我們面對的是好幾位 那重點是還要幫他解決 人際相關 人際關係的問題 嗯 對 那我們可以幫他找好朋友 真的會有人很熱心的 一直找這些孩子當 朋友 為什麼 欸我那時候聽完我就覺得環境很重要 對 真的很重要 就是 周遭的人對於 對於有這種特殊需求的小朋友 能不能給予適當的協助 對於 小朋友的人格發展有很重要的影響 對 就是不管是協助他的還是被協助的 對 其實都是有差異的 嗯 都是有影響的 對啊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可是我 可是我必須要跟這些家長說 不能沉溺在說 以前我一二年級這個老師多好 就說 哇這個老師帶這個孩子帶的好好喔 嗯 所以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子的教法才好 因為你身上三十年級 沒有沒有沒有 又是另外一種你知道嗎 Maphew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他都會去適應到不同社會上的人 你不能一直讓他在舒適圈裡 嗯 當然可能其他的圈子 你覺得對他來說是危險的 對於周遭人來說 也是啊 對 也是 因為 嗯大家一定都會用一些 特殊的眼光去看 嗯 這個小孩一定會 嗯 對啊 只是說在這個磨合的過程中 能不能有一個 彼此都一起成長的一個空間 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他要 他們要試著學習 在不同的環境之下 面對到不同的困境 嗯 對去解決 沒有啦 可能那困境不能太難啊 有些家長就是覺得那困境太難啊 當然他自己就會跳出來啊 對啊 對啊 通常他跳出來之後 就不是那麼好羞耍的 對啊 嗯 怕就是怕這個美 所以才會說就是 嗯 反正這個真的也很難 因為這種牽涉心理狀態的 可能要聽心理師乾杯 嗯 對 我們等級沒到啊 寶哥 你有聽到嗎 寶哥能這麼解決 他只會做餅乾給他吃 哈哈 小腳屁話 Q我的餅乾 哈哈 可是 我真的碰到這麼多 這種類似的學生之後 真的會發現 我真的講比例上啊 我這十幾年來 我的比 說真的這種過動的 或是這種其他病徵的比例上 真的增加很多 很多啊 對啊 是真的增加很多 當你本來 本來只要提醒一個孩子吃藥 現在變成每天都要提醒四五個孩子 都要記得服藥的時候 你的那個滿滿的櫃子裡面 全部都是他的藥物 嗯 因為你要提醒他 因為他們現在其實有那種利他能 嗯 所以很多孩子是吃了之後變成熟 哦 哦 對 這真的也是很麻煩的東西 那我其實我說實在飲食有很大的差異 嗯 你看像他們現在吃很多油炸食物 吃很多巧克力 所以變相要讓他們很嗨 真的嗎 會哦 你要有科學根據 真的吃巧克力會變超嗨 巧克力會嗨我知道啊 油炸食物也會 可是油炸食物會嗎 會 其實裡面有一些只要有略帶那種咖啡因的 蛤 這種就會哦 真的哦 按錯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覺得是要適時按一下啊 今天感覺沒玩到這一台啊 我覺得今天很乾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今天早上 先跟各位說現在就是早上是ㄎㄎㄎㄎㄎ的時候 早上錄音耶 對 我想說我等一下要去上班 上次那個狀態比較好 欸對 我覺得是因為太忙 所以這次抱著比較有怒氣 上一次是很閒 所以我們上次很ㄎㄎ 上次禮拜六啊 對上一次錄起來比較好笑 好我等一下要上班 你聽他講餒 對然後因為我很少看繪本啊 所以那一次講完之後 回去就有稍微認真的翻一下 因為我家其實也是有繪本的 不過呢我是真的沒什麼在看 對 因為第一他字很少 我跟你講啦 繪本你會覺得很簡單 然後我解讀 我沒有花心思去解讀可能 額外的一些意思 就會覺得他沒有那麼有趣 對啊 翻一下就沒了 這次聽人家解說之後 我在翻的時候就覺得 哦不錯哦 有一些別的啟發哦 對啊 然後第二場的話第二場 母情 這個我就記得因為只有兩個字 母情 母情 那本叫母情 哦可是我重點也不在這啦 嗯 我重點是那個店會那個框 我超精緻的啦 沒有啦看一下 其實是那個啦老師的口條啦 嗯 主講人的主持人的口條 真的控制的很好 然後聲線也很好聽 對啊 就是值得學習 還有那個三隻小豬的變異版故事 我也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嗯 可見從事藝術的人 真的都要有一些多元的觀點 對啊 嗯 我覺得我整場聽完就覺得說 大家都有各自能講的部分 嗯 對然後大家都真的放很開 相較於我自己而言 我就真的是有社交障礙 仔細這樣認真看的話 就是有社交障礙 我有社交障礙 對 那場合不適合我 我反而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跟學生相處這麼久 我反而會有一種 跟同齡的人溝通 反而會有一些問題耶 我那天結束之後 我有這樣子很明確的想法是 我可以跟比較低年 低年齡的孩子溝通 溝通 跟比較大我好多歲的家長溝通 溝通 可是反而不能跟同齡的人溝通 所以你這也是選擇性結默 是吧 可能是 嗯好像是 問寶哥 我知道 我有很多話想講 可是好像就一定要 因為我其實當下 我這種社交我會有一種 那個switch mode你知道嗎 那個模式會壞 調不過來 又有一個公關模式 突然轉成什麼開車模式 我後面就直接放棄了 因為到後面大家幫我慶聲之後 我整個ㄎ掉了 我整個不知道該怎麼應對 那時候剛好是Meth生日前幾天吧 我再強調一次 我真的沒有要讓大家知道我生日 我只是覺得說會不會生日有優惠 然後幫大家可能打個九折 或打個八折這樣 可是殊不知他媽的送蛋糕三小 哈哈哈 不錯啊 不錯啊 大家都超開心的耶 超high的 我是瘋掉為什麼只有我 我覺得超讚的 為什麼只有我 我覺得超讚的 真的啦 這個時候很難得還有人可以幫你慶聲耶 對 完了這變 這變 這個變迷因耶你知道嗎 這個完全變迷因耶 沒有到迷因吧 就是你都不知道那個動態 現實動態一直在傳 大家真的是太挺了 真的是大家一直在傳 停啊 然後一直把我的那個生日 生日 慶祝生日那個影片 影片上傳上去 哇 哇 必須 真的直接是大Shout Promote起來 Shout那天有來的所有的 真的真的 Podcaster 對 就不一一系數 就不一一系數 喔 感謝的人太多了 只好謝天 哈哈哈 這是 什麼 曾之凡嗎 陳之凡還是誰 陳之凡 陳之凡 還好我還記得 OKOK 行行行行行 我跟你講我還是希望說 儘管訪談人是一件非常累的 那我們其實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跟其他Podcaster合作 嗯 都還沒有 對我是很想要跳脫出去 Jerry大哥有說要找我們去 布萊德比爾 布萊德迪爾 專門在做 專門在做那個 那個農業Podcaster 啊 我知道我知道 對要找我們去揚美 超級壯的那個 對對對 要找我們去揚美 錄音 對有空的話 是錄YouTube吧 他不是手作的那個嗎 植栽教室嗎 喔可是他有 他有在錄Podcaster 他是Podcaster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 感覺應該去植栽一下吧 可以去可以去 感覺比較嗨啊 對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我們可以去 找他錄個印 看有沒有什麼 什麼小花曼澤蘭啊之類的 不管怎麼樣都比 比台北進 哈哈哈哈 啊 你要確定喔 你要確定喔 對揚美耶 我其實不太確定啦 搞不好我們開過去 時間其實跟那個差不多啦 可是覺得可以種植栽 感覺就是很開心 可以碰到綠色植物 可以碰到一些植物 真的真的真的 我覺得可以挑戰看看跟其他人 真的聊天 我覺得聊天是很順暢的 這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 反而去台北訪談太正式 有時候太拘謹 可是可是我跟你說實在的 好像很多人啊 我們這邊訪談之後都覺得 好像跟他們預期中的 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已經是比較好的了 本來預期 就是說本來預期中 感覺就是很正經的 然後一無一時 談教育 認認真真談教育 我們有在談教育啊 嗯 認認真真談教育 我們也不是不認真 就是 我們認真的方向不一樣 只能這麼說啊 對認真的比例 大概只有1%吧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因為對我們兩個來說 教育不是在於 口說的那一刻開始 而是在於 進教室那一刻就開始了 所以我們比較在乎的是 我們如何可以從別的情境裡面 把教育這件事情傳遞出去 而不是說 我們一定要跟你講說 喔所以你 說的這是這個嗎 喔所以這個應該是怎樣怎樣嗎 這樣子 那對我們來說不是 多半 對我們來說是 但是他不是我們 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所以生活體悟 我覺得 這個可能也是教育 很重要的一環 對 老師也要體悟啊 對啊 你老師沒有體悟 怎麼去跟學生說 我們是怎麼反出 這些東西出來 你怎麼反出聽起來 然後 腳一腳 腳一腳 然後跟你們說是怎樣 對 你這樣講我就覺得 稍微有點釋懷了 好 對啊 不然我是一直覺得 訪談真的還是 還是需要再練習一下 對我覺得練習慢慢來 慢慢來 當然口條啊 然後內容啊 這些都是需要修正的 一步一腳印 嗯 一步一腳印 對 今天本集知識點 台語一步一腳印 解釋 一步一腳印啊 一步一腳印啊 就是我們上 欸 上上週做好多事情喔 我們還去訪了那個 導演 喔 對對對 對對對 張宏傑導演 去訪了就是關於齊家威 這30年來 呃 對於反同運動 嗯 不是反同 同志運動 我剛剛想喔 同志運動的 欸 問號 就是參與同志運動的 這一連貫的流程 大概就近幾年吧 尤其是 呃 當時他提出了這一個視線案 嗯 到現在為止 我們呃 在民法裡面有 額外有一個設置 呃 同志婚姻的轉法 嗯 對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 不錯的一個訪談經驗 對 畢竟你不是每一次都有辦法訪談到 紀錄片導演 就是這個領域是直接跨開 對我們來說直接跨開 然後我們等於是借 借宏傑導演去了解 家威前輩嗎 嗯 齊家威齊大哥 齊大哥 了解齊大哥的一個契機 嗯 對啊那 對我而言啦 這也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情形 也不是這個情形欸 就這算未來的一個趨勢吧 嗯 很正常多元的一個趨勢 嗯 對啊所以 這部片 聽起來我覺得有很多很豐富的內容 是值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嗯 我覺得 到時候一樣我們 這個這一集上了之後 我一樣會把相關資訊 放在上面 那大家其實 不是啊那一集上的時候 那一集上的時候 對對對 我會把相關資訊放在資訊欄 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去 瀏覽一下 支持一下 對這一步 因為一定會帶給大家比較不同的感受 對啊 對他不只是聽覺 而是視覺上就會感覺到 哇 原來參與運動是這麼的辛苦 那未必一定是同志運動啦 嗯 可是你參與這種社運齁 你要付出多少 對 你要拋頭露面 你要讓大家公審你 對 公審不代表是不好的 嗯 而是你要在公開 本來就是自己的小圈圈裡面 跳出來 對你要從自己的舒適圈出來 然後接受其他多元的聲音 你能知道說在 那種 30年前 戒嚴前 然後就跨出來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散高喊 對 我是同性戀 我是同性戀 對我出櫃 到底是多困難的事情 我覺得很困難 對 我是真的覺得很困難 真的真的 這就像你現在去什麼 呃台北101 或什麼著名景點 嗯 對啊 然後大聲唱歌 是一樣困難 你說在幸運區那邊唱歌 對啊 欸 你怎麼知道 就在幸運區啊 最近有一個 美妹很紅 我知道他就是 靈魂歌姬嘛 對靈魂歌姬 對 五音不全 搞不好不是啊 在他的世界裡 五音是全的喔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後來 我忘記我之前看哪一個YouTuber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一個音樂 音樂 可能是音樂系畢業的吧 他就是解析 他說一般的音譜 那個五線譜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他都是唱那個對比音的 喔他故意的就對了 對 例如說原本可能高三度 他就是低三度 那其實他還是絕對音準 對他還是音他他 對搞不好 可是我對這個領域不懂 不過那個人跟我解釋 那個YouTuber解釋之後 我就發現喔搞不好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就是他的聽覺進去之後 他可能解析出他自己的 的 的拍子 嗯不是音拍吧 音高嗎 音調音調音調 他解构出他自己的音調 你現在的這個說法 就很像人家說 哇畢卡索畫都是糞 然後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畢卡索畫這才是超漂亮的 你看得懂畢卡索的話嗎 我就先問 我就跟你講 你先不要挑過這話 沒有沒有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我現在的想法 我現在都是大家講的 現在都是大家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的意思是說大家看的觀點 不一樣會有不同的結果啦 你那 你就是沒有好好的聽我那個啊 那個 我那時候去 去那個什麼 去看展覽啊 那我不就說 藝術都讓你看不懂嗎 就看不懂才是藝術啊 什麼導覽員跟我講 藝術從來都不是用看的 是用感受的 對 我突然 哇 我突然毛色遁開 你講好像有點道理 今天總結 今天總結 我們前面提到了 所以環保回收 大家都要做好 再來第二個 結論 體育要懂得堅持 做人要懂得變通 也不要單一招式 一直在做好不好 你還是不會健步 最後呢 我們參與了上上禮拜 參與了這個Podcaster的這個 聚會 聚會活動 一個講座活動 感慨良多 收穫滿滿 也祝福這些同袍們 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加油 下次有活動 我們在一起 總而言之呢 今天我們難得 再回來我們自己的本部 因為接下來大概 很難 這個月應該就很難了 應該很難 因為我們的國安夢要受訓 可能你聽到這集的時候 他可能受訓已經結束了 有可能 有可能已經結束 那不管 總而言之呢 大家趕快幫我們前面幾集 沒聽到的趕快聽一聽 最近廣告都沒來找我們 好煩喔 真的 我們有被挑中 資助一下 雖然說沒幾毛錢 讓我們知道說 流量 流量密碼有在我們這邊 環繞著 今天就錄到這裡啦 大家掰掰 掰掰